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诚意主演的最新剧 又要有女主领衔主演了吗 外界猜测 活跃在网络上的是居静一 而李一同则被认为是窃听两人通讯的人 当今的几部电视剧 在正式阵容发布之前 都会经过一个被称为 预热的过程 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会在互联网上发布大量的新闻 一个个子很高的演员 可能会为作品本身带来一定的火度 吸引更多网友的关注 一方面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 了解互联网用户对临时阵容的普遍看法 另一方面 它的目的是衡览互联网用户 对初步阵容的普遍看法 诚然 网络新闻的这种预热 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好处 但是 如果新闻发布 频繁且过多 久而久之会给网民留下负面影响 新闻在网上发布前进行预热 可以为工作带来一定的好处 这种形式的互联网新闻预热 将为这项工作带来一定的好处 无论其存在的最初原因如何 刚刚有消息称 小说英雄也将被改编成电影 而小说作者也将作为编剧之一参与制作 英雄传的电影改编版 有望在近期上映 在当今文化中 原创剧本越来越难获得 大部分作品是对先前出版的书籍 或其他类型作品的重新构想 对古老经典的全新视角 起初 每个人都对这些重新构想 表达了很大的不同意见 这遭到了巨大的阻力 许多热心的读书人认为 有太多的著名人物和场景是无法复制的 尽管如此 还是有大量翻拍的作品 在过去几年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这些作品已被大量不同的人重新制作 现在有大量关于将出现在该剧中的演员的信息 正在传播 根据最新爆出的消息 该剧的联媚主演将由巨静一和成一评分 这个演员表示不久前才组合在一起的 尽管两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 合作过大量电影 但这是第一次将他们放在一起讨论 在巨静一出现之前 这个故事就已经被一些女音乐人传遍了整个网络 近日传出李怡童饰演女主 陈玉琦饰演女四号 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适应陈玉琦的角色难度 这一消息不仅在最初公布后不久就传来 还在网友中引发热议 而在李怡童因为新剧问题引发热议之前 在整个争议过程中 广大网民都是支持李怡童的 这一幕还有大量旁观者站在李怡童一边 可见一斑 在旁观者中 他的人气相当高 即便如此 他的人气多年来一直都不是特别高 因为他一生低调 不会刻意炒作自己 宣传自己 他一生都保持低调 袁冰岩是另一个被认为是失踪者的名字 不过 袁冰岩是失踪者的可能性 远没有李怡童是失踪者的可能性大 他过去的许多活动 都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了难以置信的伤害 起初 大家担心他的作品中 有相当一部分会被淘汰 无法购买 他的许多未来剧目 以及其他剧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一直试图与您取得联系 但都没有成功 直接的后果是 袁冰岩和陈毅这个时候 在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由于陈毅的职业生涯 目前正在取得进展 因此 预计组织不会因此而掉以轻心 此前 在创作流离项目时 两人曾有过合作 节目播出后 无论是口碑还是收拾都相当不错 尤其是因为播出的缘故 无论是节目 还是两个人的人气 都在持续飙升 有网友想知道 李一彤的言论到底有没有人看 因为她是居静一之前最火的女演员 纵然 居静一在进入娱乐圈之前是偶像 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一直以来 李一彤都是两人中比较热情的一个 这是因为无论是居静一还是李一彤 一直都是表演者 居静一出道后 就成为了网络恶毒骚扰的目标 估计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网民对她持负面看法 除此之外 她的演技一直都有提升的空间 重要的是要记住 李一彤并非总是如此成功 尽管她的名气目前正在上升 许多经常访问该页面的人都认为 她的身体似乎可以在爆炸中幸存下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成一一直是一些臭名昭著的对象 如果她有足够的天赋来出演这部剧 那么她也有能力扛得住 把最激动人心的自己带到餐桌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